大家好,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美國在沒有諮詢盟友之下 與特利班達成撤軍協定 在撤軍的時候又在赫布爾機場 搞出一個世紀大亂局 歐洲的盟友都很大怨氣 其中美國的最親密戰友英國也不例外 英國的國防大臣更多次表達不滿 英國衛報報導 英國國防大臣華萊士近日在接受 觀察者雜誌採訪的時候被問到 從阿富汗撤軍是不是表明了 英國在世界舞台上的實力有限 華萊士才這樣回答 很明顯英國不是一個超級大國 接著他話風一轉 將矛頭引向美國 但是一個不準備堅持下去的超級大國 可能也不是超級大國 他當然不是一支全球性的力量 只是一個大國而已 衛報的報導稱 一位接近國防大臣的消息人士說 華萊士的這番話可能會被解讀為針對美國 而美國就是那個一個大國 一位內部人士說 華萊士強調政治意願和純粹的軍事力量的重要性 在華萊士放出這番言論前的幾天 美軍最後一架C-17運輸機離開赫布爾的機場 美國完成撤軍 美軍在阿富汗長達20年的戰爭正式結束 美國總統拜登就召開新聞發布會 為美國撤軍作辯護 他說撤軍行動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拜登說美軍在塔利班控制了赫布爾之後 幫助超過11萬7千人撤離 具有歷史意義 不同於拜登的自誇 對於阿富汗撤軍的事 英國國防大臣華萊士的態度 一直都是非常直白的 他不僅一次公開批評美國 在8月中的時候 正當塔利班在阿富汗高歌猛進之際 華萊士在接受天空新聞採訪的時候 就明確地說 美國從阿富汗撤軍是錯誤的 他為塔利班助勢 他還警告極端組織或者會捲土重來 國際社會可能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華萊士將這件事歸咎於美國前任總統特朗普 他說當特朗普達成撤軍協定的時候 事情就已經注定了 最近在阿富汗發生的種種亂象的種子 是在拜登總統就職之前已經仲下 今年4月華萊士都曾經怒批特朗普政府 在卡達杜哈談判期間所達成的撤軍協定 是一個難透了的協定 他還說英國曾經是試圖抵制的 華萊士認為撤軍決定是說 給當時未取勝的塔利班知道 他們正在贏得勝利 而同時削弱了當時的阿富汗政府 於是西方就會面臨一個這樣的局面 塔利班已經顯然在阿富汗全國已經得勢 但他就說英國已經別無選擇 只能撤軍 因為國際社會必須共同行動 華萊士說當美國作出這個決定的時候 處於同一框架內的其他國家是必須離開的 在塔利班控制喀布爾之後 華萊士接受英國傳媒訪問的時候 一度錦煙聲音戰鬥 華萊士說他為無法把所有阿富汗盟友 帶回英國感到遺憾 有些人再都回不來了 華萊士隨後為自己的失態便解 說自己曾經是軍人所以感同身受 他在節目中再次批評美國政府的撤軍計劃 將拜登政府離開阿富汗的決定 稱作為一個錯誤 他說這個很可悲 西方已經做了他應該做的 現在必須盡最大的努力 讓人們離開 遵守義務 20年的犧牲到頭來只是這樣而已 不過在最後限期前8月28日 英國最後一架軍機 搭載著部隊和外交人員離開喀布爾 象徵英國在阿富汗近20年的 戰事部署畫上句號 英國國防部說 兩週之內英國撤離近15000人 華萊士承認還有最多1100名 曾經為英國工作的阿富汗人 被留在喀布爾 他為那些留下來的人感到難過 他建議那些人聯是第三國 英國能夠為他們提供的 就是如何照顧好自己的建議 持相同觀點的還有英國前外交大臣亨特 他在9月2日提出警告 說美英特殊關係出現了一條危險的列文 他還說喀布爾撤軍是災難性的 英國是被迫的 亨特說盟軍部隊這麼不體面地離開 對於任何關心自由價值觀和開放社會的人來說 這是令人心醒的時刻 英國是被最親密的朋友所迫的 不得已撤軍 這樣的列行發展下去是非常危險的 華萊士作為英國現任的內閣大臣 多次公開批評美國的做法 不知道會不會影響他的試圖 不過也反映出 美國這次在阿富汗的敗仗 連好弟弟英國都跳出來指責 見到美國沒有超級強國的霸氣 面對歐盟和英國的批評都沒有餘力處理 另一方面 美國再次將自己的錯誤決策推到中國身上 拜登堅持說撤軍的決定沒有錯 因為美國面臨中俄的挑戰 要集中力量應對 中方也是毫不客氣地反擊 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和伊朗新任外長 阿北杜拉欺揚通電話 雙方就阿富汗形勢交換意見 王毅說美國從阿富汗撤出 但是對阿富汗和平重建 扶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不應該試圖借助各種手段 為阿富汗製造新的難題 更加不應該引發新的動盪 並且是選及周邊民國的正當權益 王毅說美方聲稱從阿富汗撤軍 是為了集中力量對付中國和俄羅斯 這既是為自身失敗找尋藉口 同時都再次暴露出 企圖在世界繼續推行強權政治的本質 他說美國如果不能真正地 吸取應有的教訓 徹底改言更張 就勢必在阿富汗犯錯誤之後 犯下更大的錯誤 從在阿富汗的失敗走向更大的失敗 伊朗外長阿卜杜拉欺揚就說 阿富汗局勢亂象的根本原因 在於美方不負責任 伊方同樣認為 阿富汗應該成立廣泛包容性的政府 體現所有民族的利益 伊方呼籲國際社會全力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義援助 防止阿富汗動盪局勢引發難民潮 伊方願意和中方加強協調 協助阿富汗早日走出困境 黃毅說 注意到阿富汗塔利班 可能在近日宣布組建新政府 希望新政府能夠體現開放包容 和極端組織徹底切割 和各國特別是輪郭建立和發展良好關係 作為阿富汗共同的輪郭 曾經兩次主動打電話給黃毅 要求中國協助 在聯合國安理會 不要否決由英美提出的決議 結果中國和俄羅斯只是棄權 都算是給美國面子 但目前未到看 美方未有對中方的善意 作出實質性的行動回應 相信中國方面 還在觀察美方的後續行動 今天的分享是這麼多 字幕提供